哈啰 大家好 歡迎收聽《黑漢無閨遊樂電台》 我是阿丹 歡迎露露 看到今天我們旁邊就位來賓了嗎 他的整個穿著呢 就像《倚天屠龍記》裡面這個 武當派的武俠高手啊 而且覺得仙氣飄飄 就坐在道長旁邊覺得 哇 好像也有一種莊嚴感 沒錯沒錯 這個是我們好不容易才邀請到的里程道長 對 我自己在網路上是他的粉絲已經蠻久的時間 然後今天都有看到他本人 沒錯 跟網路上一樣就是嫌棄這樣子 一樣爽 是 我其實對道長 因為他很年輕 然後又跟我們一般在廟會啊 因為我們跑廟會看到的 那個道長跟道長這樣子的道長 全真的道長是不一樣的 對 對 對 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他這麼的年輕 然後怎麼樣走上就是這個法門的 對 我相信這應該也是大家都很好奇的 對 對 對 為什麼會有穿著這樣子的服裝的人 然後走在這個我們現實生活上這樣子 可能大家會很不了解說到底是什麼來歷 好想一下喔 這個故事其實蠻長的啦 那我不是很純粹科班出身的道長 什麼叫很純粹科班出身 就是我們不太常常講到祖傳幾代 然後三代五代 但是我們家有拜年歷史的這種拜年道談對不對 我剛開始就是 你叫我燒金子啊 您燒一紙 我都不知道一紙是多少 然後為什麼會走向這一段路 是因為我的學位論文生不出來 因為那時候我要寫這個水陸話的研究 就水陸話就是在我們不管看佛教道教法會上 特別是佛教法會上他們會掛很多話嘛 然後在這之前就是應該講20歲之前 我大學的時候我就是以佛教作為我的修行這樣子 那可能會去參加一些內觀禪修啊 那可能也會去像尼泊爾啊印度啊 去做一些朝聖 那可是那一年呢 就是為了學位我一直找不清楚方向說 到底怎麼寫 因為滿天神佛 然後我一點也不知道不認識他們是誰 那我就那時候認識一個朋友 他在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書 我就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個貴人啊 可不可以來幫助我這樣子 結果呢我請他介紹一個人 我以為他介紹一個教授啊 老師啊 每次他們系上可能有什麼學生也好 就他介紹的是一個道長 我想說 我要寫論文介紹我一個道長 是來鬧的是不是 是要來加持我嗎 加持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就 人家教授都介紹了嗎 我就去 然後這位道長他 他日後居然成為我生命當中的恩師 就是蘇志明道長 對 那蘇道長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就給我三本書 那第一本就是太上玄門功課經 就是早晚課 然後第二本就是老子享而住 那再來的一本就是道德經 就老子道德經 那我剛開始回去 其實也看不懂 然後就開始翻 然後翻到享而住的時候我就看到說 就是老君社教 然後不殺生祭世 然後在這之前我不是都是佛教嗎 那佛教一直很強調說我們要 持戒 吃樹 再見 念佛 然後想說 為什麼就是我在看這個道經的時候 他跟我目前在民俗上看到的不一樣 然後我就這個好奇 我就想找學這個答案 那在找學這個答案過程當中呢 我就完成了兩件事 一個我就閱讀越多 我就把我的這個論文給寫完了 寫完了以後呢 我就更好奇說 那為什麼這個道教跟我小時候看到的道教不一樣 我就去拜這位蘇道長回事 那至此之後我就開始才 就開始了一路我的道士生涯 所以這是一個契機 那其實其實你剛才我們剛才聊天的過程當中 其實道長也有默默通路你從小就天賦異名 就是跟跟其他孩子不一樣 你看得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不是也會就是讓你好像跟因為你的這個天賦異名 導致你在修行上面是不是會更加順暢嗎 還是有更多的奇遇預計這樣子 其實小時候看到的時候會完全覺得它是正常的 我拿一個我最早最早的經驗 因為我小時候常夢到我到地底下 就地獄嗎? 對 俗稱的地獄 然後去旅行或什麼 不過我沒有看到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反而看到可能像是以前的土地公啊 或是神秘 當然先很和愛的老人之類的 那在我幼稚園的時候啊 我的正主婦 華州他就過世了 那過世那天嘛 你知道幼稚園的小孩子也不知道什麼概念 就半夜要回去 然後外面可能倒是吵吵鬧鬧的 那回去第一天我們就是要去看他的遺容 對 那我那時候呢 我爸跟我媽一直要叫我進去 我就不進去 然後他們就 喔那個嬸嬸還是誰 他就說啊 她小孩啊 她的害怕不敢溜潔 結果其實我當下看到的是另一個畫面 是因為我的真祖父 他習慣會坐在一個椅子上 不過看他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裡面躺的人是殭屍嗎? 因為他穿那種以前的手衣 然後我就覺得太可怕了 太像殭屍了 我不敢進去 坐在那邊 為什麼沒意思叫我去看 阿祖 然後我一直不瞭解 這個就是我一個 應該想說跟這個靈界的奇遇是最糟的 那這樣聽起來是好的 有沒有看過那種很可怕的 對 就是你好像看到的都是和愛的 或自己的親人 我到目前是沒有看過太可怕的 反而是到比較 我中間其實有一段時間我這個能力消失 所以你在修行的這個過程當中 是修行之後這個能力消失的嗎? 其實我的消失其實有一段就是我內心覺得很可惜的過往 這個過往是 這個過往是我媽在我國小一年級的時候她就過世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那是第一次什麼叫做生理死病 那那時候我媽過世的前一週的時候我們就回到了 也到病房嘛 就那時候我跟我爸過去跟我姐 然後出來之後我就實際是先跟我姐講說 姐姐我下面有骨公的家 可是我骨公其實三年前就過往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下面有骨公的家 然後我爸就過來 那我姐就跟我爸說我看到骨公 然後我爸當下很生氣 可是我不知道他還生氣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爸應該是知道 我媽就是要離開了 那到前三天的時候 其實狀況不是很好 已經回過很煩躁了 那時候不是說我以前常看到我 去地底下的好朋友嗎? 我就看到他們在那邊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生氣 我開始在房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不對 我就開始大哭大鬧 然後大哭大鬧 連護士來都要罵我把我帶出去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很埋怨就覺得說 為什麼就是有你們在 所以我媽媽才生病 那三天過後我媽就過世了 然後我自此那時候跟他們生氣之後 那些靈界的朋友生氣之後 我就一直沒有看到 那一直到我國小六年級 我意外的到一個佛室 就開始有看到 A道長 那你就是從小這樣天賦一筆 然後你到一個空間 你往往就可以感知到那個空間的磁場 或者是可能跟別人不一樣 你看到的總是跟別人不一樣 那你來我們下港人有什麼感覺 哈哈哈哈 這麼直接是不是 對 我也想知道 下港人 我也想一想 有這麼多神佛在旁邊 我覺得空間 到長人家說實話 你不能走 不要講客套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空間也是從日治的後期 一直到上後一直到現在 然後其實我們曾經就是在這裡掛歸 然後我們地基祖爺爺他跟我們回應 他是戰後的老兵留下來的爺爺 然後我們覺得很神奇 當然他也一直都蠻照顧我們 包括我們的主公這樣子 所以就不知道你來到這邊的時候 覺得怎麼樣 磁場亂嗎 我當時是覺得 一般大部分有安置神明的地方 都會有磁場 因為我們傳統上會覺得有兵駕 對對對 然後神明就是有些地方會放命棋啊 練排就是他會在這邊尋守 那其實每個地方 包含我們常在拜的地基祖 也是過去可能他 他對這塊土地有眷戀 對 那也有可能他是在這邊修行 不過他還沒有變成神 他只是住在這個地方修行 跟我們人一樣 這樣 那能不能感應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要看對方的修為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這個神佛 他的修為是高德 他也可以不要讓一般的人 即使道長他的道行已經很高 可是神他也可以不要讓你感受到他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那就是常常會聽到 就是譬如說去到一個宮廟 然後就有人可以感應到神佛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就你的觀點跟認知裡面 這件事情是不這麼容易的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就是有不同的修行層次 那我們講說天、人、地 那這個三個維度來說的話 人你要去感應到神佛也好 表示你個人可能每天都有送金啊 做功課 或是說你自己本身有很好的道德的素養 那你才可以去感應到他 那才能跟他相應嘛 對 這樣子 如果你自己磁場都跟他不貼近的話 那為什麼他要跟你講話 為什麼他要給你指示跟溝通 也是有 但我覺得其實神明他看的是人間的事情 那他看的是全盤的 但是我們看的可能就是只有目前這一小塊 這樣子 所以就我覺得曾經啊 我到台南的某個宮廟去問世 然後那個神明就是好像就直接跟信徒說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相信神的話 恐怕你會失望這樣 然後我覺得就是可能以前的我會覺得 你做神 你打心打鬥 你講這種話 你怎麼 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做神就是要幫人啊 可是到可能我這幾年 這七八年來接觸 就是我們自己 東約大帝的祭司跟道長 常常跟道長不一樣的修行人 相處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神是很道行很高的神 他才講出這句話 為什麼呢 因為就像道長 先前有跟我們聊過 就是他也不是很願意 就是改變人間的規則跟法則 因為你有你的功課要做 你有你來到這個世界上應該要去完成的任務 所以你凡事如果都求神的話 神也無能為力 你還是終究要回到自己本身的這個修為跟修行跟自己的意念上面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道家其實也是在傳述這個 就是個人是很重要的 你的自己的意志跟自己對這件事情的決定 如果你決定是A 然後神可能幫你A 這樣子可以 但是你AB都選不好 你要神幫你選的時候 其實好像他們也就是好像就會變得比較 也是比較退這樣子 不知道我的理解這樣是不是對的 其實有說像我們求神問補的時候 然後我們信眾 應該說我這邊的學員跟信眾 他們也常常希望我們幫他 甚至不掛的時候 希望我們幫他找一個最好的路 可是其實一陰一陽會知道 就是你選擇一條路 你一樣有所失去 那你選了另一條路也不見得會更輕鬆 但是可能走更久的路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神佛在修行上或是指示給我們的都是 祂給我們的是一個建議 但是有時候建議是這樣子喔 你如果還沒有到那個修為或是那個成長的話 祂給你的建議 有時候你反而聽不進去 對我深深的就是感受到當那個神講出那句話的時候 我很驚訝 然後我也覺得這絕對是大神 因為他引導他的信徒對自己的人生做決定 我覺得很棒 但是可能以前的我或當下的那個信徒他不能接受 他就跟那個神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你要幫我啊 什麼我相信你會失望 我就覺得 對就是有時候還沒有到的時候 好像神給的建議就像 聽不進去 對對對 到好像太高神 然後就像他不要讓我感應到 然後他偶爾讓我感應到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跟我說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 拜神啊或者是求神 好像就是除了求心安之外 自己也要到一點點的 有一點開悟才可以去真的接受到 對不對 對 就像道長你有那個九宮格 然後更抽那個卡 我覺得你就是用很簡單 然後很當代 大家年輕人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轉化這個很高深的道理 然後去讓大家了解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一開始 怎麼把這些東西合併在一起 就是很靈性的這樣子 可能我是學藝術的吧 所以你的背景是學藝術的 對 然後在 其實我也很感謝說 我前面講就是 我並不是所有所謂課班出身 不一定是祖傳幾代 不一定是說 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觸 出於這些生活的事 雖然很早跟他們開始 有所謂這種溝通跟往來 但是我其實中間都是到各個地方 我曾經去過緬甸短期出家 然後去過泰國參加過內關的禪修營 然後也去過了印度尼泊爾朝聖 那到最後面的時候 我覺得說道教第一個它是適合我的 那也很感謝說我自己走了一圈之後 我把這些東西融合起來 因為我會發現說其實我們現在的道教啊 我們常不知道說我們每個儀式 後面它都有一個經典 那我們又回來看經典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蛤?它在講什麼? 比如說我們拜斗的時候 會常祝福大家原成光彩 但是其實你現在跟年輕人們講說 原成光彩 蛤?原成光彩是什麼? 對原成到底要光彩什麼? 對 然後原成我們現在就會講說 它就是在道尖上有注射 它就是圓的一個生命力 那我想說怎麼運用當代的一些講法 就把它結合了禪修 把它結合了一些拍卡 然後讓大家更從這一種身心靈的方式 帶到道教的修持上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我們現場可以來抽一下嗎? 就示範給觀眾看一下 就是這個關於九宮格 就道長怎麼用他的這一套 就是很特別的方式 然後來療癒他的信徒之外 今天我們其實稍早也有工作坊 然後大家 因為我有跟一些剛才有來的觀眾 聽眾們聊天這樣子 大家都覺得很特別 所以因為我剛才沒有體驗到 所以現在道長 你願意再給我一個機會嗎? 他要抽那個彩虹牌卡 對對對 然後就是演示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到場之後 應該也會開相關的 還有這樣的工作坊 對阿 所以我想說先演示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透過我們這一集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是我覺得這是蠻棒的身心靈的一個旅程這樣子 所以好那我們現在來試試一下好了 OK 現在道長在請我寫的就是 這個一個專有名詞是什麼? 九宮鮮化 九宮鮮化 OK 我們在九宮飛行時就是一個九宮格 那每一年我們都有個主題 那我自己在設主題上的話 因為今年九宮飛行的中宮是文昌 那文昌的部分我可能 我就會覺得中宮的部分文昌就比較適合像是讀書 學習力 然後或者是職場上的關係 因為文昌它跟事業有關 然後或者我今年想多學一個語言 想多在哪一方面進步 這部分的我就會設一個跟文昌有關的 那有些人他在工作或者事業學業上都沒問題 他就不會特別設文昌 那我們就會透有一個牌卡的部分 牌卡的部分它是比較當代型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他就是很像我們東方活道教的抽籤 但是我們抽籤有吉凶之分嘛 那牌卡的部分沒有 有時候我選的牌卡會用益金來代表 那有時候我選的牌卡會用祖師的教研 祖師的教研就是像是全真妻子 秋楚基、馬丹陽、孫博二這些祖師 他們過去寫了很多的論著 那我們就會用這些論著的詩詞 然後來給你做一些今年的提示 就是說今年2023的主題年適合什麼 那我這次帶來工作室的 是這個彩虹卡 它有紅橙、紅綠、藍墊子 然後七個顏色 對我們七個脈輪 那其實我們到家有兩個 我們現在比較常看可以 那一部分我們講脈輪 因為脈輪會影響到我們身上的氣 比如說頂輪的話 它通常都是紫色跟修行有關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眉心輪 然後喉輪 然後心輪 太陽的沉金蟲 海底輪 然後魏輪跟魏輪這七個這樣子 所以脈輪這種東西是屬於道教的 道教它會比較注重於丹田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在有上過當道課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用這個彩虹卡 或對應的顏色來講說 你是上彈田、中彈田跟下彈田 因為像全真他講的心靈雙鞦 他是講說人的心靈在修行上 或者念經跟科技上 跟你人的身體上的一個協調性 你的心靈的成長不能超過你的身體 你身體的成長也不能超過你的心靈 不然會變成一個負荷 所以就是要身心都是保持一樣的平衡是最好的 就是內在與外在的平衡成長 所以你說全真就是屬於 就是怎麼講 他跟一般道教的有一點差別的地方 在於全真比較主 這個比較像偏現代在說 心靈靈修的這個層面嗎 比較偏向對 偏向靈修 他比較自動內在的 如果是我一個外門的 我要來理解說全真教跟道教不一樣的地方 比較大的差異的地方 就是可以這麼去理解 其實這時候講到全真他是在 因為那時候晶元時期的時候 是兵荒馬爛的時候嘛 那時候王崇雅就是全真教的第一個崇教祖師 他就是收了很多弟子 然後他們做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個是做慈善 他們在那時候中原地區他們設了七個會 然後這七個會不是固定的一個廟 因為那時候戰爭 所以哪邊有需要他們就到哪邊去 哪邊可以修行他們就去到哪邊去 然後到的地方他們就去講道家的道理 去勸善嘛 因為戰爭可能很多就是對立跟衝突 然後再來他們就是做一些慈善的事業 所以他到後面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個比較偏向 與講內修跟修行的一個道教道派 所以才會有很多靈性的東西 在這裡被道長就是提及 但是你們也可以做 像是像是現在道教在做的法會 對法會 然後什麼什麼刻意開光啊 什麼這些 你們也都有學到嗎 有因為現在明清 特別在清代中期的時候 呃全真的一個祖師叫成婦慧 他收羅了就是清中葉之前 很多這一種所謂靈寶精微生肖 因為那時候清代走上帥氣的時候 很多刻意要遺失了 那時候就趕快的去蒐集下來 然後變成我們現在所用的這個廣城遺址 所以我們就是傳承的這一套很完整的刻意 目前在台灣大部分法會是用這一套 哦 所以你們可以做法會 就是比較道教比較常在處理的部分 跟身心靈內修的部分 做內修啊 單道 然後跟獎金的部分 因為我們就是並行 我們覺得說不能說只是 一直好像要去求財啊 做可以啊 就我們覺得就是補財庫啊 道長道長我要補財庫這樣子 那你的心靈有被關上嗎 沒有 我又補財庫 我要補財庫 他會說我有錢 我的心靈就滿足了 我補財庫 我就是有錢 我的心靈就滿足了 一定很多這種吧 那你會你會用什麼方式就是 也不能說教育他就是鼓勵他 你會用什麼方式鼓勵他 有時候沒問題啊 可以求財啊 那你覺得 你現階段你就會想做賺多少 所以為什麼要做酒工 就是因為酒工上它有不同主題 那不同主題都是對應的 比如說 你要求財 你今年設一個目標 財富的目標你要求財 那我就會問你說 那你要拜拜求神做法會之前 你為什麼要去顯化他 你要怎麼付出 其實他都是對公 你要怎麼收穫 其實你要先問你自己怎麼付出 那你要擁有什麼 你中間要耕耘的是什麼 再來你想獲得什麼樣的豐盛 豐盛一般不只紙財 它還包含了時間跟知識的累積 所以我們需要累積 那再來關係 它可能是家庭關係 感情關係 朋友關係 那你想要在關係上得到一個完整 其實就是你要怎麼去對待 所以這個願景其實是檢視我們 對 這是你創的嗎 還是說 這是我創的 這是你創的 對 因為剛好 酒工風水是 酒格風味嘛 那其實原先酒格風味當中 他都是有對到我們所謂破財味也好 桃花玉味也好 財富味也好 但是他都黃含相扣的 那只是我們透過這個風水的概念 風水是外在的 嗯 但我們內在身體心靈的風水 如果我去兼顧到的話 思想思維有去流通的話 那我們的一個未來 他才會起順風順水的一個作用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請LuLu來抽一張牌 她需要先做什麼冥想嗎 還是說直接抽就好 一般我都會說 如果你有常拜拜的神 你可以跟你常拜拜的神就祈求 那如果你是其他信仰的 那你也可以跟你信仰的神祈求 那如果你都沒有信仰 那你就跟上天祈求吧 因為天無所不在 大道無所不在 就會傾聽你的祈求 那我們就會抽一張牌卡 那我今天帶的是彩虹卡 那每一個顏色有對應的脈輪 然後也有他提醒你的畫 他可能是對未來的你 有一些建議 那他可能也是你去年 還沒有完成的課題 那你今年要持續努力的 OK 那就請你隨意抽一張 看你感覺就好了 紅色 紅色是拍地輪 那你抽到的是 我可以講嗎 可以啊可以 我知道如何保持健康 然後如果我們抽到這牌卡的時候 一般會有兩個面向 一個面向就是回顧 回顧我去年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一些壞習慣 嗯 有時候我明明想說 啊我不要再喝寒糖飲料了 嗯 但是我好像也最棒 對不對 一直在喝 對 早就提醒你了 對 然後今年的目標 可能會著重於 健康方面做一個主題面 嗯 這樣子 那健康就會帶動很多的事情 比如健康會影響到 我們的睡眠的作息 對 那遲到 早起 嗯 這些等等的 會影響到關係性 是 這樣子 這樣會影響到精神性 對我就在這裡寫上健康 這樣子 對 OK 下一個你就是可以 我們一般會從 付出 就我們會想說 欸 如果你今年要 獲得健康的部分 嗯 或者是 其實每一個工啊 它都是相互有關係 可是也是獨立的 嗯 我們可以先不去想 健康這個主題 但是回應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對應 健康這個部分 OK 所以每一個人 他藉由牌卡 或者他今年想要做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 這一個這一套東西 是道長藉由你的 這個創立的九宮格 幫我們人類 會更怎麼樣 好像是進化自己的思緒 然後完成一條一條的條例之後 我在今年會有 更有一個目標去追 假如說我健康化 可能我付出就是要 好 我本來都兩三點睡 我現在說我真的 十二點之前就要開始睡 那我要怎麼樣去 就對待 就是這件事情 然後 跟 我可以得到什麼 就是 這 這個 它旁邊的這個八宮 就是除了中間那一八宮之外 好像都是在各個不同的層面去提醒說 我要怎麼樣完整我今年的期望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跟那個一般的虎掛 球籤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反而是更關照自己的內心 然後從自己去出發 而不是說拋出一個問題 去問神 去問道長 然後道長馬上要給我一個解答 比如說我今年會賺多少錢 假設 因為大家很喜歡古財庫 嗯 然後 假如傳統的方式就會是 道長 我要不做古財庫這樣子 然後 可能 好 那我今年幫你抽一下 看你的失業運 然後我可以做到怎麼樣 可能傳統是這樣 但是可能 現在 李承道長這一個脈絡 就是 可能我今年是 我的主題年是 我想要有金錢上面的獲得 那 這旁邊 這個八宮 就是在 你問自己 到底想獲得多少 你可以付出多少 跟你付出多少 得到多少的 這個range裡面 你的心是安然自在的 所以我覺得 這一套 我覺得 剛才看學員他們做 我覺得我很喜歡的部分是 如果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的話 那生命會輕鬆一點 我們人也會輕鬆一點 對不對 然後 人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那這個能力就是 需要神來幫我們 對 所以我們會更理解說 其實我們去拜神的同時 生命需要 幫忙我們的是什麼 嗯 那我們就會更清楚說 我們在信仰上 我們要學習的 我們要祈求的方向 是在哪裡 那攝影師要不要再抽一張 呵呵呵 攝影師的部分也可以抽一張 畢竟就是你 我剛是有抽了啦 所以你抽到什麼顏色 我抽到紫色 紫色是什麼呀 紫色是零星面的 比他今年會跟很多高人接觸 高人啊 很像高人 可是我也跟高人接觸 為什麼健康亮紅燈 哈哈哈哈 那就 更嚴重的部分 對啊 就是 有有有啦 我是真的覺得健康的部分 嗯 這這一兩年確實蠻準的 健康方面要多多的去關注這樣 所以他靈性 靈性的話 代表他可以遇到高人 靈性好有兩個是 我們一般來看定論的話 有些他可能會比較天馬星空 嗯 對啊 然後他會有很多的發想說 欸我覺得現在適合什麼 然後馬上做什麼 攝影師 攝影師 呵呵 抽一張嗎 你心裡可以想一下 我們可以不要公佈出去 對對對 因為他現在目前 畢竟他一人抽兩人補 哈哈哈哈 來吧 抽一下 大家都很期待 嗯 對 隨機齁 隨機 隨機不用多 我想就是直覺 我也是靈性嗎 紫色 什麼意思 什麼 然後你說那個護 金光護防 那是什麼 那個他是主要 道教有一個金光神咒 那這個金光神咒 他就是最普遍 天地選中華的基本根 然後甚至外面很多節緣那種小卡 那 其實全真一直有保持 修煉這個咒語 那個傳統 那我們就是帶大家如何去修煉這個咒 而且他其實很特別的是像你有提到出差的時候可能遇到一些狀況 對 那這個狀況我們一般是會請求生命保護 嗯 但你要祈求生命保護 或者是傳統的帶護身符嘛 對 這樣 可是金光護身他的特別是在於 我們只要透有平常的念衝這個咒語 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呢 透有一個觀想的影響跟純 我們會講純屍 比較標準的講法是純屍 存在著純屍為著屍 純屍 然後去帶動體內金光這個力量 然後跟神明之間相應 然後就可以給我們保護 然後你不用帶任何的護身符 但是你平常要念咒 不能到 平常就是有這個練習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修持帶來給大家 而且很簡單 你每天只要做5到10分鐘 然後你習慣之後 你可以每個禮拜再念 或是你有空的時候再修持這個咒 我覺得這是不是有點像是 就是鼓勵 也不是鼓勵 就是讓更多人用更簡單的方式去接近到吧 就他不是那麼深奧 然後每天只要5到10分鐘 你就可以擁有 這保護自己的力量 聽起來超像魔法的耶 就是他確實就是模糊 但單道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 比如說像 我們在設定的時候有一個能量場 就是那個 就是安全劇 就是人只要靠近 你後面不聽你太近 或你感覺不對的時候 人不是會 感受到不對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一個反而不屬於氣場接近的時候 但他沒有完全接近 你就覺得不對 那他就是一個手出來 跟那個是我們這個氣場出去的方向 那我們金光神咒的這個設定 這個護身他就是在這個前後 在這個雙手完全打開的這個範圍 為你產生一個保護型 然後你只要想著金光的為你保護 然後再配合 咒語特定的段落的練習跟直送就可以了 好 敬請大家敬請期待 可能在香港人可以上到這個課 我一定要來保護 道場有沒有武功 不會 但你有沒有想學 輕功那種的嗎 沒有輕功可能沒辦法 但是你們沒有學一些 好啦太極或者是什麼 太極有嗎 你想問有什麼 沒有 就是你們在修行的時候 會不會說 因為打太極拳你可能也有 對於身心裡也有一些幫助吧 有學到這一塊嗎 沒有 目前學的部分是單道 單道的部分 也有動工的單道 但是我比較多的是 如何用打住啊 或者是迷想的方式 然後讓你的身體 恢復一個和諧性跟穩固 然後甚至我們脫有單道訓練啊 你在吃食物或選擇食物的時候 你會選擇到比較好的食物 也去判別出食物的能量好跟壞 這樣子 道場你覺得 打坐 對於修行是必須的嗎 打坐對於修行是必須的嗎 對因為我常聽到 譬如說一些神佛他要 他要挑選他自己的機子 就是機身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那你要去打坐 你要去 才有辦法去做感應還是什麼的 那我覺得有 真的有 就是有必要嗎 有必要打坐才能去感應嗎 還是說打坐是修行的基礎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就是想聽聽 有些人做一做他就會有靈動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很自然 就是你現在嘗試你自己去打坐 然後你閉上眼睛 你的身體本來就會自己去 會稍微有點晃動 我從來沒有試過 你可以去試 就是一個自然的反應 就是你不可能一直會是這樣子 所以他本來就會有一點自然的晃動 所以我覺得那個只是自然的現象 其實如果有一種是所謂靈動性的 那像我們在打坐煉蛋的部分 我們不會強調晃動性 因為那個我們在打坐的時候 我們會強調找到身體的中間點 所以一般我們會有很技巧的帶血緣 就是包含在金光初階的時候 會教我們如何找到身體的重心 讓你身體維持一個平衡 那其實我覺得對任何的一個宗教或信仰來說 如果你想踏入修行 或是說你想養成一個覺察 我覺得打坐是第一要選 然後常開玩笑講說 就是我們求生拜佛的時候 不是希望說這個世界和平 然後我在往難嘛 然後一切都安全嘛 每個人在打坐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安全了 對對對 就是大家就沒有太多的這個體心動力 所以你這樣講打坐還是必須的嘛 對不對 打坐是必須的 如果你想走修行或踏入修行 或者是你想讓自己更了解自己想到什麼吧 因為我們太多念頭了嘛 有時候如果你連靜都靜不下來 就學習安靜這件事情很難 那我能不能不要打坐我躺著 可以啊 然後去做 那你就睡著 就是想睡覺而已 你怎麼知道 我們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工作坊 就是帶大家做那個覺之夢 清醒夢 蛤 這個是那個道教有一個高人叫成團老主 他叫睡仙 睡覺的神仙 他就是修呢這個卧工法 我們行住做過都有一個單道 對 然後在夢中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透過教你怎麼睡覺 教睡覺客人 就是讓你如何去覺察 然後呢 你在夢裡 入夢的時候 你可以找你自己來做夢 蛤 可以來這邊開這個嗎 就這樣躺一排 對我很需要 因為我覺得 現代人不只我 現代人很多就是都有睡眠障礙 那我覺得這個對現代人的身心理是有極大幫助 那是一個睡覺的 這個應該要變成一個現學 所以這到底有沒有在睡覺 有在睡覺啊 比如說你如果睡著了 那你最後一個夢 你就會突然下醒又惡夢 可是在夢中的時候你會 你會知道說 我現在其實是在做一個夢 在夢中的我知道我現在是做一個夢 對 然後你可以去把 這很高端 對這個 你如果沒有知道的話 你至少會了解說 我現在是在做夢 那你遇到什麼樣的情況的話 你可以比較不害怕 或是讓自己睡得更安穩 而且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夢的話 你就不會去亂做一些奇怪 或者是睡眠不穩的夢 這樣子 這個課可以開嗎 這個是真的有的 是道長你本人授課嗎 對我會來教 道長想來這邊開什麼課都可以啊 對啊 那是沒什麼問題 隨時為你而開 這樣子 你要造福一些高雄的鄉親 好喔那今天我們非常感謝里程道長大駕光臨 然後也期待未來你在香港人 我們可以看到道長在這邊有更多課程的發展 對 然後現在就 我們就好好的觀賞我們的內心 然後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大家後會有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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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